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老顾客 慢慢地 李女士调理好了史先生的身体 而史先生温暖了李女士的内心 就这样 两人携手步入了婚姻 可一结婚 李女士就发现 丈夫身上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猜疑 史先生的猜疑让李女士是白口莫辩 委屈万分 而谈到猜疑的原因 史先生却在现场三肩齐口 惠莫如深 史先生的猜疑究竟是无理取闹 还是另有隐情 而随着调节的进行 又是什么原因让李女士突然离场 在场下无助地流泪 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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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下 哭下 啊 好好好 经过本场的调解 他们二人能否告别猜疑 重建彼此的信任 答案尽在今晚的金牌调解 挥之不去的猜疑 大家好 我是暖一 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李女士 还有一位是史先生 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本人是做这个理疗 搞疼痛这一块的 搞这个行业 认识的人比较多一点 他现在就是不相信我 就是猜疑我给别人关系 不一般 就这个意思 怀疑你这些男女关系 不一般 对 不一般 对 这个是他的怀疑 那你今天希望 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呢 不要怀疑我 因为我要做生意 很多事情要去做 手机我要离不开 就是这个意思 史先生 今天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们这些都是警惩讨罪 三天五天 十天八天 他刚刚说 因为你总是怀疑他 和别的男性有一些 不太正常的关系 是这样吗 这个没有说 怀疑不正常的关系没有 他做理疗生意 每天就是晃一天 会眼下肉板 就是到休息时间 一晚上都到八点钟左右 然后他这手机都一直在看 俺俩不说一句话 有时候给他说话 他不打理你 然后他就一直不好说 有时候我身心一梦 他还看哪时候一天 我说在生活当中 咱俩应该多沟通 你有时间应该给我说话 聊天 李女士听她的表述 觉得好像并没有怀疑你什么 她说话是这样说的 但是生活中她不是这样说的 她说我给这个关系不一般 那个关系不一般 我就说不清楚 李女士在现场告诉了 她和丈夫史先生同为二婚 结婚至今才一年的时间 而就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她和丈夫之间就已经矛盾重重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李女士在与前夫离婚后 就经营了一家理疗店 而大她十四岁的史先生 当初只是她店里的一名顾客 当初是她在那里调理身体 去我那里去调理身体的 因为她的身体不是一般的不好吗 脑狗冠疫病够疫 这想要没回力 经过李女士悉心的调理 史先生身体状况大有好转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同为单身的史先生 对李女士心生好感 面对史先生的追求 爱与两人的年龄差距 李女士一开始还有些犹豫 但是在随后 与史先生的相处过程中 李女士逐渐认可了她的为人 就这样史先生从一名顾客 升级为了李女士的丈夫 那时李女士的想法很简单 只要丈夫能够在生意上 帮到自己 把小店经营得越来越红火 一家人的小日子 能够越过越好 她就心满意足了 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 却没能实现 因为刚结婚没多久 李女士就发现 丈夫开始出现了 在感情上对自己的 无端财疑 那里我们就开业的时候 很多人嘛 一个老编号 办一只几张免费的卡 她说就做一下宣传 当时呢 也是我的错 有一点错是吧 没跟她商量 把这个事办掉了 就是理疗卡 就是免费要人体验卡 这个事没有跟她商量 我称我错了 没给你商量 就是后来我也给你结识了 这个没有必要再吵架了嘛 她认为在这件事情上 你做错了什么 她吵架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给这个管理也规罚 别人很重要 就是怎么怎么样 我解释不清楚 这卡式就我咋损 我不想说这事的 你不想说怎么解决问题呢 你要把事情说清楚了 自己是怎么认为的 我们才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对吧 这个事还是不说为好 这个事以后 我不纠结这个事的 你说你随便说 我不会去记责他 咱就说这个 让我说清楚 让我自己心里明白 管知道财疑 咱得有证据 以前就是说 他给这个人聊天 打电话 就是无意之中 我看到他说几 给别人去视频聊天 后来你跟人家吵我一下 我说这是吵我一下 他给别人去聊天 我一个人一直在追问呢 这人到底是谁 去干啥 我一啥匪的 以后都转去去聊天 然后在这儿 他以前 他追过 他要给他修复离婚 后来你 这又发卡不发卡 还是为了他 还是他 都因为他 好 所以这个发卡的事情 你觉得是因为 发卡的这个对象 有问题 对 因为这是他没跟我说 就这个例子 不是例子 谁没有 咱都通过各地面 我都通过这儿说 第一个 我说我不能干辞职的事 因为人家有家庭 我必须要站稳 姐我回来 你不管找人 如果你在这儿开店 人家老婆都在骂你 你这个店 你可是开这不开 我说我躲都躲不掉 我说这个事情 你要相信我 我跟你说 我结识过多少遍 到后来 为了这个事 你给我生了多少气 你一直 我给他管一不一半 我一直给他管一不一半 我说没关系 你可以说 但是我的证据在哪里 我一个女人去创业 从开始起步 你知道我有多难 李女士没有想到 仅仅是给老顾客 发了几张体验卡 丈夫就醋意大发 甚至无端猜忌 可是这件事情 在史先生眼中 却是另一番景象 因为史先生自己 也曾经和这位 发卡的对象一样 是店里的老顾客 他推挤其人 于是这位顾客 和妻子之间的 一举一动 都能引起 史先生心中 巨大的波澜 而且李女士发现 丈夫不单单 是对这位老顾客 有看法 只要是异性的 老顾客上门 丈夫就会闹脾气 有一次 甚至闹到他连大年三十 都没能好好过 一个病号去 去我到 我在那里住着 他就给我要一个口罩 我就拿了一个给他 他说 怎么那么小气 都要一个 我说你一个人 要那么多干嘛 他说两个人 我又回头去赶他 第二个 这个人就是我 拿了手都这样去 就这样去拍 我其实也没拍 因为扭头的时候 看到他了 就是他跟我说 他说 这个人为什么 又凭什么要拍你 我说这都是四五年 老病号了 他夫妻两个 都是在我这挑离的 我说就那么熟悉了 他本来不拍 他就是拍了 你一下这个假嘛 又有什么 你认为就是一个老朋友 他只是一个正常的举动 对对对 就是这个举动 严肠是年初一 他睡了两天 我店里睡到补起来 我老妈去叫 我儿子去叫 你老妈 你弟弟 你妹妹 你妹夫 都去叫你补起来 我贵达给你 磕头读咒 大年初一 你要这个人电话 非得问我 给他啥关系 没有吗 这个人年龄多大了 六十了 你还怀疑 六十了 可应该这样做 可才艺 不是说 不是才艺 不是说 你这也 连做这些 行为不好看 是不是 我没量个 在一个方言 一个大统道 好多人在里面 你啥都计计 啥都计较 省了一刻来做 当前是上午 他来到这 要口罩 然后他都到我来去 窗底下有个带子 他说带子 朝窗底下 老一个口罩 然后他都说 都说去拍 都说手机一样 去打他 他就回头看 我戴面后来 然后这手又放下去了 就是当时 我看着这一幕 我写的 有点 不是紫园 谁知道吗 我刚讲了 他是在随便 也许是 史先生口中的 随便二字 刺痛了 李女士的心 又或许是丈夫 一直以来的 无端猜忌 让她心中压抑了 太多的委屈 与愤怒 此刻的李女士 终于无法忍受 含着眼泪 禁止走下了调解现场 看到这一幕的观察员 廖喜玉 也随即走下了现场 在场下安慰起了 暗自捶泪的李女士 随后廖喜玉将李女士 带进了密室中 给她一点时间 来倾土 心中压抑的委屈与不满 在倾听过李女士的委屈之后 廖喜玉建议她 还是给个机会 让史先生 把心里的话说完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 让调解团队 找到他们问题的根源所在 因此 心情稍加平复了的 李女士 终于做回了调解现场 我们的调解得以继续进行 李女士 她不是说 觉得你和这个男姑姑 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而是觉得相处起来 要保持男女的 一个相对的界限 你做这个腾腾黄眼 我解除都是我年龄大眼 你应该知道 我不可能 没一个细节 就你做到啥都顺眼 来病人了 你该怎么聊 怎么聊 该怎么说 怎么说 咱不要给人 动手动手 像那些人 你以前那些人 你是你没结婚 是你自己是胆识 没人管 没人问 是无拘无数吧 现在我带你给钱 我看了他 血淋不自质 知道吧 动手动手 代表是上 似乎在史先生看来 只要有了肢体接触 就意味着两个人 有了感情联系 因此 只要是妻子和老顾客之间的 一些小打小闹 也都会让史先生 醋意大发 为了照顾丈夫的情绪 李女士此后 在与顾客交往时 尽量减少了一些 亲密的言谈和举动 可即便是这样 还不行 前不久 他只是和老顾客 在电话中交谈了几句 就惹得丈夫大发雷霆 甚至将自己年迈的母亲 也牵扯其中 那点就是他到外面去 我在里面刚洗过的 我接一个电话 刚好他进来 他听到我说话 他不知道是谁 他认到一个背马 刚好进来 这个手机人家挂掉 人家挂掉 他说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手机你又挂掉了 我说这样子 这个时间还没有过 你可以挥过去 这个电话 是不是人家打过来的 他在屋里洗澡 眼里洗澡 然后我都在外面坐 没洗多少份 我都感觉了 我都停了屋里 给有人说话了 我说一天没 然后他不说话了 我说咋子 他说人家挂来 我说人家挂来 咋那桥 我说坐着 就是人家挂来 我都说他洗完澡 你没看衣服 对吧 我说你这个接电话 顾客也好 病话也好 亲密也好 任何人也好 你洗完走过以后 就有船上 再接这个电话 能不忘吗 你那给我争吵两句 我也很生气 接着想 我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我老妈就飞在我后面去 我老妈说 当初 我不让你愿意 你非要走这路 你这怪不得别离 我都很生气嘛 七个电兵之后 我就出去 六个一圈嘛 他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接 一个多小时回来 后来的时候 就是说 他一下推过去嘛 推过去 我就推了 推过三次嘛 说一个多小时 你要接是情报 你这一个多小时 干嘛去了 你要不我接着情报 明天我在你店里 给你抄 我就很生气嘛 我当时一个多小时 我出去 我苦到出去的 我回来的时候 你这种心情 你还要去腿我去吧 我心里啥子 还要我一个多小时 这难道说 我这一个多小时 还要给人家出去 我会吗 我啥个心情走的 你回来有一句 安慰没有 他要给我妈这样 我怎么怎么样 我妈不停 你们两个朝鸭 我不愿一个 他说 要不是你家在中年 我们两个朝鸭 给美都不会朝鸭 朝鸭都怪你 我妈真的很生气 我妈一跪 给他磕头读咒 我说他不希望 我们两个过好 是不是这个意思 石先生 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争吵 为什么要牵扯到 你丈母娘呢 实际上他问我 我说的 我给你讲讲这个道理 你刚来英文上 我不信你讲 我不信你讲 是吧 我给你讲你又不行 然后你又骂他 叫他骂起来 这不是叫省起省起来吗 我儿个人从下都怪你 他气得都穿 他也跪了 他都又多落 我妈最后骂我 不是说你不好 我妈就说 你省你不好 她省你不好 她现在如果有病 住到医院 都得我去负责人 她要催你咋说 你不要去理她 我妈是这个意思 李女士和石先生 在这结婚不到 一年时间里的争吵吵 不仅吵散了他们的心 更让李女士 这个店里的生意 一落千丈 原来的老顾客们 因为害怕再次引起 他们夫妻之间的争吵 近期再也没有上门 可李女士 上有年迈的母亲 需要善养 下有年幼的孩子 需要抚养 石先生 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 也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 可以说 一家老小的生活 全靠这个理疗店来维持 现在店里生意没了 李女士整个人 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店里面吵架 影响隔壁铃鱼 家里家一吵影响隔壁铃鱼 老顾客没有一个联系的 没有一个来的 今年生意很差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现在就是说 我衣服的生意 还要不要做 我小孩子要不一样 我老妈跟着我 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我从一开始有多难 你只要我六年 我吃啥苦 那结婚前难道 却没有发现这点吗 发现她这个脾气吗 没有 打减分证的时候 是她逼着我去打的吗 什么叫逼着你去打的 她要死 那天我们都相处 一段时间了 她说她跟她小孩都说了 她说就打减分证 我说打减分证 不要太急了 我说现在还搞不开 这是 她说你要是如果 不打减分证 我明天都见不到我了 那两毛老鼠 就发过去我看 拿着老鼠药 对 这个减分证 我当时我没考虑给你打那快 但是你这比较 我给你打这个减分证 后来打过减分证 我也没后悔过 我也没奥言过 我只希望要你的病调好 你以后能绑我也绑 以后小孩还小 我身边病人绑 你始终 你都是在采议我 怀疑我 采议我 日子叫你没啥过了 我今天为啥到这里来 隔下来 你从头上说 任何人说你都不服 谁说你给谁吵 这那些老实专家都在这里 这回这样子 人家大家都听听 你一错 你改 我是错误给他 就是他对付不过 省一咋的 史先生 当时结婚前 是有这个事情吗 是的 有说过这话 这不是威胁他 我没给他威胁他 我俩认识的时候 知道他是 但是我给他先提出来 他要买一套房子 我说来我家里开钱了 开钱了 我有一套房子 要钱也可以 要房子也可以 我说你咱办个结婚的时候 你娘儿子要户户 要钱来过以后 你娘儿子也可以 去找一套房子 然后他说来好 我给他资金去算两个事 你交流你 哪是不同意 然后我都气了 气了你我都给他 还是去算账 以前我给他 是在一块做整衣的时候 这个账我没算账 没拿出来 然后我又去算账 他说我不欠你钱 我不整你钱 然后我都给他这样说 我说好了 我给小事也弄变了 那又退路了 我说这个时候 你要一退 我说我死路一条 给小事弄变了 这给您弄的 咱不成 我说我只有死路一条 我说 明白 是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 对对对 我最后再问一下 李女士 你们俩的婚姻 走到现在这样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 应该怎么办呢 李女士最后说出的一番话 让人颇为感慨 即便当初他们领证时 发生了那样不愉快的插曲 又或是夫妻俩 现在已经矛盾重重 李女士却从没想过 要放弃这段婚姻 面对年近六旬的丈夫 她也表示 今后自己依然会承担起 照顾她的责任 她唯一的心愿 也仅仅是希望丈夫 能够停止猜疑 信任自己 此时此刻 观察员陈兴东 拿起了话筒 他认为 夫妻二人 之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 原因在于 他们都忘记了 对方是谁 你们家的问题 在于 二位结婚了 都忘了对方是谁 我们的史先生 你结婚了 你却忘记了 我们的李女士 她是理疗服务行业的 从业者 她必须要乐情待客 她必须要去拉生意 必须要跟不同的人 包括异性交往 你明明知道 她是这样的一个 从业的性质 但是你结婚以后 你却忘了她 是这样的一种工作 所以当她 非常热情地对别人的时候 你心里不舒服 尤其是对待异性的时候 你真的 你忘了她 曾经是干什么的 包括她现在 也是干这个的 你不仅忘了她是谁 而且你还忘了她 为什么进入这段婚姻 她到底图什么 她图你跟她结婚以后 你能够帮助她 把她的这个小小的生意 做得红火起来 让你们这个家 未来有更好的经济实力 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她就图这个 那么她越图什么 你越不给她什么 你还越捣蛋 你说你是不是忘了她是谁 同样的 我们的李女士 也忘了我们的史先生是谁 史先生在结婚之前 是你的顾客 是你的服务对象 那她为什么要进入这段婚姻 她图的是你对她的热情 关心 温暖 照顾 但是李女士 你也忘了她 为什么要进入这段婚姻呢 虽然李女士 你在努力地打拼视野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反思一下 在婚姻当中 你是不是又缺乏了 对这个丈夫的关心和体贴呢 比如说你白天在忙生意 晚上回来 还在手机上跟别人聊天 你忘了身边还有一个 需要你温暖关心的一个丈夫 她为什么会对你疑神疑鬼 捕风捉影 说到底 因为她没感觉到你对她的关心关怀 结婚前 对她服务对象的时候 特别关心关怀 一结婚以后 反而不关心关怀了 这种反差很大 好好想一想 对方到底是谁 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来 我又能给对方什么 让各自的需求 能得到相应的满足 这个婚姻才是幸福的 听了二位的这么多矛盾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本质上 你们就是一个分歧 就是双方对于李女士 在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和异性的 这样一个交往的尺度的认识问题 你们双方是有分歧的 但是我认为你们这个分歧 产生的大部分的原因 还是在史先生这里 史先生你对于李女士 是怀疑的 是不信任的 这个根源在哪里 其实根源还是 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应该要自信 但是我在您身上 没有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这样是一个成熟男人 应该做的吗 我觉得不是 所以我说的这几点 成熟男人 应该要具备的 宫史先生你这边思考 两位好啊 我特别想建议 把这期节目的名字命名为 到底谁心里有鬼 这个鬼在哪 我分析分析啊 我先说我第一个感受 这个鬼出现在你们相识的方式上面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 他去酒吧的时候认识到他的女朋友 然后两个人呢 电光火石的 一见钟情的 也是几个月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 他就提出了一个要求 让自己的女朋友以后 绝对不允许他酒吧半步 这在心理学上叫心理感受复刻 就是我自己的心理感受是 到酒吧里就特别容易被撩 因为我就是这么撩来的 所以呢 你再去酒吧 还可能会出问题 不允许你去 这就跟你们的关系一样 这也就是 史先生怀疑的 最起初的心理不舒服的源头 因为我就是从这条道上来的 这条道上还站着很多鬼啊 有一句老话说 不怕贼头 怕贼惦记啊 无数个跟我一样的贼 都在惦记着 我心爱的女人 这还得了 虽然他适口否认 说我怀疑你 你没事 我相信你 但事实上 他的言行所到之处 你的所有的行为 都在他的心生恶鬼的监控之下 于是乎 你洗完澡 没穿衣服打电话 也是问题 当然这些有没有问题 就是我要说到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关键词 就是边界感 我这个纸上面画了个图 可能小 大家看不见 这个小黑点 就是你先生的边界感 就这么一丢丢 而这边的一个大圆 就是你的边界感 就这么大一个圈 所以面对一个粗枝大叶的 大大咧咧的女人 那一个心细如麻的 一个情感细腻的男人 她就装在你这个套子里 就出不来了 所以这里我想特别提醒 李女士的是 我不认为你一点错误没有 一点缺点没有 你要知道爱情当我们选择 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 后退一步 并驾齐驱 我们要有所取舍和让步的 这个让步我说的不是让你不开店了 不跟男人联系了 而不是 而是在细节上应该考虑到 我有一个爱着我的 在乎我的 但是心眼有点小的 又很敏感的 这样一个高敏感人格的丈夫 那怎么办 那我的言谈举止 在我婚前和婚后应该有所不同 你的圈应该小一点 他的点应该大一点 这事就成了 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两个不大不小的 刚好相同的融合点 边界感是我们在夫妻生活磨合当中 一直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仅你和他 包括我们所有人 都要逐渐地在找对方的这个边界感 每个人不一样 不是你对了 也不是他错了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向着共同的一个目标去磨合 这样的结果才是相爱的结果 如果说我这个时候 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如果别人不知道 李女士挣钱有多难 史先生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这样说 他挣钱 他真的是一定要讨好一些人 你心里应该清楚 如果以前我刚从学校出来 我也会觉得 为什么人要跟那些油腻腻的人腻在一块呢 但是后来我发现 有一些人他不得不这样做 比如说我现在我可以选择 他很油腻 我不跟他吃饭 但可能李女士他很难做到 别人敲他的肩膀 我们可以说你别这样 他不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吗 史先生 如果你有那么豪气 认为他不应该跟他们有这一种接触 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说 别干这个事 我养你 不然的话 你应该说 你太难了 我看得不舒服 那你本人更不舒服 你呢 别人那样对他 你在这边那样对他 这不是两边夹鸡吗 你说他难不难 他现在又要应付你的酸 又要应付外面的腻 他要考虑这个老客户流失之后 我吃什么 饮食男女 人家天天在想饮食 你脑子里天天在想男女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觉得心里面不舒服 这个是正常反应 但反应不能过度 更不能干扰人家生存底线 有本事 真的你就是把他养起来 或者帮他安排另外一个工作吧 是吧 你不然的话 人家又要做这个事 又不能得罪人 那这边又不能得罪你 到时候你们哗啦 你们这些人潮水一般 全部退去了 人家在那里干什么 饭都没得吃 家不成家 夜不成夜 是不是 你要我去挑 李女士的毛病 我只能挑 她原则性不强 什么原则性不强 保护自己生存底线的原则性不强 到了这个年龄 谁要是侵犯到你生存底线 我告诉你 你就别在那里情呀爱呀 统统跟我再见 不然下一步你吃什么呀 其他有什么好说呢 所以 实际是你这边四个字 情绪管理 麻烦你也要调整一下 你看到不高兴 说明你喜欢李女士 可以肯定 但喜欢不能夹在自私 喜欢要考虑别人难处 不管在什么年龄 我觉得 千万不要无所事事 然后就没事找事 大家应该合力办事 应该把这个家庭搞好 你们这个家的经济基础 防御能力啊 经济上的防御能力 未必很强 现在还有机会啊 从你们俩的 表达的诉求来看 你们修复还有可能 调整还有可能 管理自我还有可能 但这个窗口期很短了 如果不明白过来 要亲手毁掉自己的幸福 只有彼此尽快做出调整 修复关系 才能让生活重回正轨 这是胡建云在发言的最后 给夫妻俩的一个提醒 调解随后进入了密室环节 观察员廖席玉和北辰 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 进入密室 廖席玉告诉史先生 他对妻子的猜疑 不光影响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 也给他们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 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这是摆在他们眼前 首要的现实问题 既然这个理疗店还得继续做下去 那么廖席玉在密室中 向史先生现场传授了一些 待人接物的小技巧 让他更多的参与到妻子的工作中来 这样既可以让史先生 放下对妻子的猜疑 又能够在生意上 给妻子提供一些帮助 你聊行业就是为别人服务的 对吧 那你就必须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对不对 你要做到什么 我教教你好吧 你比如说不管是新老顾客来 你就主动的搭三进 来了老婆来来来 大哥来了 这个男人知道你叫他大哥 他自己就是大哥的形象了 这个手他就不拍了 我知道你叫老婆 这是丈夫 这也是老板 我的跟你老婆的说法的分寸 一些什么东西 他就有可合 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妻子 二一个可以把这个生意的 店里的生意打理好 最后廖席玉再次提醒史先生 一定要放下此前对妻子的 无端猜疑 夫妻俩同心合力 才能把曾经的幸福找回来 你经常在店里 你目睹着自己的老婆 没有背叛你的行为 对吧 更没有做出格的事情 那你就更加要珍惜她 老婆你不容易 这个女人会哭 我的老公这么地理解我 她会加倍地爱你 她也会加倍地奉还 那你们夫妻就要同心同意 好吧 这个敏感 不信任猜疑一定要拿掉 能做到吗 能做到 好 那就好了 好吧 好吧 加油 这边史先生向廖席玉 给出了自己的郑重承诺 而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北城告诉李女士 在面对史先生这样一个 内心高度敏感的丈夫的时候 适当地调整自己 与异性顾客 保持一定的边界感 能够帮助史先生 慢慢放下内心的不安 尽量地减少 你比如说第一个 跟异性的肢体接触 这个确实不好 因为习惯了之后 有的男人就会拍拍她打 第二个 如果晚上十点以后很晚了 那个人还跟你聊 甚至聊自己家里的事呢 我个人觉得你也可以拒绝 你说我不太懂 理疗啊 保健啊 我还懂一点 但是呢 以后你要咨询的 或者要问我 十点钟以前 十点钟以后 一般我就不接电话 我就关机了 这叫边界感 就你要训练 跟你交往的异性 他才懂得 他才知道你的边界 同时 北城告诉李女士 在今后的生活中 要给予史先生 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让他感受到 被妻子肯定 被妻子需要的感觉 帮助史先生 建立自信 这样才能让他 打消心中那些 不安的想法 我觉得你要多给予他 作为你丈夫的 一些必要的关爱 多给他一些关爱 多沟通 哄着点 你这个男人到现在 他的心理年龄 就是个小孩的阶段 那你老公平时给你做饭吗 他会做 但是都是我老妈做 好嘞 我再教你一般了 回家以后 你老公要是做了个饭了 当你妈面就说 你就妈以后你少做点 你做饭不好吃 老公做的都好吃 你越鼓励他 就越来劲的 他就想 做得更好给你看 所以你就记住 鼓励支持家肯定 一定要多进行 令人欣慰的是 在密室环节中 无论是史先生 还是李女士 都在为了彼此 为了这个小家庭 努力地调整自己 那么 当他们再次回到场上时 是否能够一改 此前针锋相对的局面 握手言和呢 我们的调节马上回来 我们来听听看 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老婆都是我的错 以前都是我对你不信任 我以后往后 面说这也会 希望你咱俩过好 往后的日子还唱好的 好可以 有空 我自己的对你的冷落 也以后有时间 现实现的时候 我也会改变 在这里我可不可以 多说两句 就是要对全国的关注 也要感谢我 以前的新劳客户 新劳顾客 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过我的人 下次到我那里去 我听你说 林女士 我希望你的客户们 首先知道这个店 是林女士主要在打理 是一位对工作 很负责任的老板 大家都支持她 然后史先生之前 还是太在乎这段感情了 所以会有些敏感 但是史先生 今天也表态了 以后会怀疑了 大家好过日子 希望老客户多多支持 一切回到原来 平静美好的生活 好 这里我们要代表 栏目组 要送一本书给你们 希望你们找到幸福 如果有什么问题 请看敬拜条件 好了谢谢 多看一下我们的节目 幸福的方向前 拿着面包走 谢谢啊 调节结束了 史先生握着妻子的双手 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从今往后 不再有猜疑 两人携手过好 接下来的日子 他们那曾经被 不信任打乱的生活 也就从这一刻起 慢慢重归平静 重回正轨 夫妻关系中 彼此信任是基石 缺乏信任的婚姻 一遇风雨 便容易摇摇欲坠 但是信任的建立 却需要两个人的 共同努力 我们祝福李女士和史先生 在今后的生活中 建立信任 修复感情 为彼此带去更多的 幸福与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